好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正式和服啦 那這次和服呢我不得不說速度很快 那活動呢出的有點吝嗇啊 我第一次覺得他活動出的 有點淒慘啊 喔激火工程來來來激火工程我最愛了 來來來打成的時候到啦 那麼等一下除了跟大家聊一下和服的內容之外呢 也會順便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們的 有關黃澄彥的一些冷月自己用完的一些想法 哎呦靠 一一一一一一口 哎等一下 我是有沒有看錯 二 他現在是哪一家的 現在是誰家的 我看是眼殘看錯還是我看到我在打我自己家的人啊 這是二開頭的不是進啊 為什麼會跟自己家的人互打 奇怪呢 我看著突然愣一下 想說集中工程集中工程 一開戰他第一個自己人 我身間腦袋的有點昏掉了 好那這不是重點我們再往下接著看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一次和服的活動有什麼 那和服呢這次就在左上右上角這邊有一小塊區域而已 是和服的相關內容 那基本上啦都跟課金脫不了關係 除了一個燃放煙花的活動之外 首先和服排行榜啊 排行榜各有各的 獎勵存在啊 那冷月這一次 沒錯 最基礎獎勵 武將排行60啊 趙雲 一樣最基礎獎勵 擊殺排行目前50啊 還是最基礎獎勵 那競技排行因為冷月今天還沒開始打 所以還沒那個 除此排行部分沒有錯啊冷月 課的比較少一點 不過第一名這次除此獎勵有必要說真的非常好啊 300那個極品萬能碎片 超級讚 那燃放煙花的部分是無客唯一一個可以 玩到的一個活動內容啊 那主要是可以拿 神火套裝自選箱 可以選一件 沒有錯 一件 他不是送你一套 所以我來說這一次的活動出的真的非常吝嗇 整體的東西來說真的偏差 那無客能玩的東西呢就只有燃放煙花 其他都沒有 和服商城 沒有錯這也是跟無客有相關的 但是 我必須要說 第一天目前出來的東西啊 其實是偏差的 就敗鐵很缺沒錯但是 無客不再會花錢在敗鐵上 畢竟敗鐵並不是一個可以快速增強實力的東西 而且敗鐵主要是拿紅將的碎片 那以現在後期來說基本上都是天鋼將當道的年代 你把紅將練到變猛將 很多時候還是很容易被天鋼將斬甲的 畢竟 一隻紅將投資到猛將的一個資源 跟一隻天鋼將練到滿 就練到你抽到之後 不要深心練到滿的資源比起來 其實是有很大落差的 那猛將 如果你投資的練度沒有很深的話 又不會比我們的 白板天鋼將強太多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都會選擇 我就是白板天鋼將來練就好 再加上天鋼將的一個禁錮效果 當然啦破軍的暈眩我覺得可以跟他一比 貪狼的緩速是第二好用的 至於七殺的燃燒我目前真的覺得 我當初玩七殺這次玩錯了這樣子 好那這不是重點我們再往下看 這一次你只要連除 我們的六天的話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紅色增獸 焚天火師 己方謀士 每代武將示範是戰役技能 則提升己方全體武將10%傷害 持續6秒 不得不說啊 這是給那個什麼 謀士隊在玩的 小時候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所謂純正的謀士隊 但只要有謀士隊的話 這一隻增獸 非常強悍 因為你想想看 假設你五個謀士 在同一個時間段 因為戰役累積應該會差不多 在同一個時間段放五次 一次就提升50%的傷害加成了 這其實傷害是非常強力的 遊戲如果可以有效控制怒氣的話 讓輔助先放後續再放輸出 那這樣子疊起來的一個傷害 就會非常的可觀 所以這隻紅色增獸 焚天火師也是不錯的 那用在一般隊伍 一般隊伍有的會配兩隻謀士 作為一個輸出 或輔助 那配兩隻來用的話 強度也是很夠的 在我們的每日儲值 每日儲值的部分 最吸引人的應該是這個寶石袋 但要儲值到一萬 那兩萬的話 這火鳳套裝我覺得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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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最吸引人的 以無客來說這根本就是 在流口水的一些好東西呀 但可惜無客拿不到 不然你有火鳳套裝才可以開啟你的幻獸的技能 那沒有的話都是白說 然後你儲值兩萬 他只送你紅色萬能碎片 講真的有點call 有點call啊 你如果說你儲值兩萬送你 也不用太多一百幾品碎片 金色碎片我覺得好一點 送紅色碎片 那我覺得他的那個 誠意 相對來說就低了不少 好啦看完和服之後呢 我們直接進入組成 來看一下我們的競技呀 顏武師的前面都是輕鬆點啦 我們就快速跳過吧 陣容設置部分因為都跳成那個 最高站立 那我們就一樣 該換的換上來 OK準備來了 那大家也看到冷月現在目前的皇城驗練度在這裡 站立是219萬啊 那專精部分 下面全點他 所以目前冷月的皇城驗戰力 是220萬 那大家有看到已經升一星了 冷月把極品碎片拿來投資他 投資到變一星了 在這慢慢農 希望可以農到二星三星甚至是 突破這樣子 那因為冷月呢也成功升到74等也成功開啟第四招技能了 開啟之後冷月發現 講真的啦 開場立即釋放八卦奇政 效益是真的有點差 因為 開場的時候沒戰役 總統上連續連續打的 不然你一般戰場進場到開場沒戰役 一丟 可能不用個一秒鐘他就不見了 他就不見了 真的就不見了 我講這開場讓他出現一下就沒有了這樣子 所以我必須要說 開場丟 八卦奇政這個東西 實際上的效益真的很低啊 真的很低啊 不是在開玩笑啊 重點是在於說那個 八卦奇政的部分 他的敵方任意單位造成四次傷害會對敵方 當前兵力造成傷害並且禁錮三秒 敵方每受到四次傷害會回復最大兵力 這是他後面的一個重點 那前面的 進入戰鬥後無視戰力立刻施放八卦陣 講真的 效益是低到一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的 因為就一開場之後看到散一秒就不見了這樣子 廢話不多說 來吧 競技開打 怎麼攻擊的不見了 來出陣 這個直接跳過啊前面這邊都直接跳過就好 人員要開始爬爬爬爬分數啦 來來來爬起來爬起來 今天不知道沒辦法爬上去啊 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把次數買好買滿硬衝一波啊 OK 前面這邊都輕鬆虐殺 拉滿 那必須要說黃辰彥呢冷月自己在做過一個 嘗試的遊玩之後我自己覺得啦 他對於那種你只要兵很多 哪怕是召喚兵什麼之類的兵很多的情況下 他打起來是很有力的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那開場就放八卦陣的情況好了 我們這次不跳過 然後開以倍數啊 看到開場放了 我這次有吸到戰役有吸到戰役 應該都開場有秒到人啊有秒到人 有秒到人就沒事沒秒到人就是一開場的結束了 我從來沒想過他用被我用在輕小怪這方面啊 OK快速打上去 繞過剛才我們看到啊我們 團的老大繞過他 那團我們老大碰不了啊 那我會被他直接蒸發 所以我們就一路打上去就好了 順順打打岩武之者打上去 不要妄想挑戰一些太強的人啊 我們短瞬間到723名了 怎麼沒有一些戰力相仿的人啊我想要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打戰力相仿人的一個情況啊 好再來 喔對那個剛才大家看到那個兵種那個部分是在 開放4階角色之後會有的一個系統 那兩月後續在找時間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那個部分的內容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先以 看皇城彥秀一波為主啊 看來感覺看不到他秀了 我現在完全找不到一個實力差不多的啊 都是那種被碾壓級別的或碾壓他人級別的啊 欸這太扯了吧 等下跨服戰看看好了跨服戰也許有機會啊 目前都是 一個輕鬆碾壓的狀態 欸不是我剩三次機會啦 那如果有些人有在注意玩的話會有注意到我們保護又開啟新一階段啦 這一次是城道甘寧還有兩次我忘記是誰了 反正冷月毫不猶豫的選擇城道啊 因為城道之前冷月抽過40片 現在終於復刻了 好吧可惜貴族次數不夠多 只能剛好殺到前百名啊 這是冷月第一次挑戰玩25次啊 沒關係我們從群英爭霸來看一下 禁止出戰武將蜀國槍兵 沒有問題啊 來個戰力相仿的 1050萬這ok 無雙無雙然後 來來 我有幫我解決了那個 我想上太子池沒辦法上的困境啊 給大家看一下無雙皇城宴的一個效果 你開局只要沒有 瞄掉敵方你的震就是一出來就消失了 再就是好不好 你的那個皇城要扛住敵方的傷害啊 扛不住也是出來就秒蒸發那一種 哇皇城宴被控住了被控住了 皇城宴你出招啊皇城宴 你不開技能你就沒什麼用啊OK開開開 開技能都會開始吸怒氣啊 所以他基本上都可以持續超過5秒的 尤其假設你有辦法秒掉他敵方的話呢 傷害會更加可觀啊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傷害 你也看到皇城宴的傷害遠遠超出 我們的太史是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 超出大概將近70多萬了 那龐德我怎麼沒看過啊新角色 可是因為我太專注在我自己的流派了 龐德完全沒注意到 好了這個部分我們就一樣快速打一打就好了 直接跳過 那因為這一波是進槍兵的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怕說出現趙雲來跟你玩啊 那麼這次打這個好了1143萬的 來一樣我們開場先丟啊 丟完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開場可以持續很久了 代表那個關卡難度真的很低啊 又被動住了 黃承諺該出招啦黃承諺 滿了沒還沒滿差一點點來了 那我不得不說啊曹丕是我練過最後回的一隻角色 我真的覺得曹丕不強啊 完全沒有那個強度可言 大家看到怒氣會一直被那個黃承諺吸走啊 然後那個飛出來那個 那個就食人啊 冷月之前一直沒注意到那什麼東東 只看到有東西在場上亂飛 後來才發現那個是食人啊 那大家看到這次主輸出全部都在我們的黃承諺身上啊 他的石陣一開傷害就是很可觀這樣子 那麼這再打個1134的 他們機會越戰了 看到一堆紅將我知道我越戰的機會有了 講真的紅將跟天鋼將還是有一個本質上的極大差異啊 然後只要讓黃承諺的技能開出來 那這就 這局就結束了 開起來 來 黃承諺該開啦 不要再被控住了 開起來 吸 雕壇會不會先被吸走 雕壇沒吸走可惡 好啦就是那個我們的曹批啦 OK 輕鬆秒殺 再看一下傷害 只要我們的黃承諺技能開出來 那傷害真的都非常可觀啊 那你看看要越戰也不是問題啊 當然黃承諺缺點在於說你如果練度太低的話 因為冷月一開始沒有開那個 4技能練度沒那麼高的時候 那個會有很尷尬的情況 由於他是盾扛在最前面 坦度不夠呢直接就給你下去了 那只要大家知道一個概念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所以你看到他下去就知道說阿屎啊他拜拜了 只知道他沒救了 這邊有一個無雙髒腳 那黃承諺跑到後面去幹什麼 他要不是切後排的 切到後排去有點扯 我拿來看他現在拼命在吸怒氣啊 怒氣被吸回來了 只要怒氣吸的回來 他的那個盾就一直在啊 那只要他的那個法陣一直在 法陣才不是盾 他的法陣一直在齁 他的輸出就是一直很頂啊 我發現張腳好像其實也不錯耶 張腳的話 沒關係我們巡域開盾了 等下回血 然後你開始吸啊 兩個食人衝過去把他衝死了 沒有錯還是一樣 不過不得不說啊那個 謀士的輸出跟盾的輸出真的有差 張腳一樣是AOE輸出那傷害真的就是可怕到極致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黃成燕擊敗呂布黃成燕擊敗司馬懿 黃成燕擊敗張腳 那我們的傷害基本上都是被張腳打出來的 但是我只要能跟你講你黃成燕是一隻 類似輸出坦的一個定位在 所以變成說其實講真的 他的強度在於他很硬 然後又很能打 而不是在於他本身的單體輸出有多高 因為冷月當初拿他的定位也只想要找一隻近身的一個類似 半輸出坦的概念 因為他要他站前排 所以其實講真的他的輸出到底有多頂 我真的其實沒有到太care 但其實他只要能夠站著給予對方大面積的輸出 這還是冷月想要的一個效果 而黃成燕他完美達到了我需要的一個 用途跟功能性 雖然說講真的 那個我現在目前玩的隊伍沒有所謂的聯繫可言 我只能講完全沒有所謂聯繫可言 像這個還有聯繫可以打 他聯繫什麼東東 也沒什麼好聯繫 因為冷月現在玩的隊伍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我必須要說徐晃等到開4技能之後 他傷害才會堆起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冷月聯繫變那麼低了 原來我沒半個角色有聯繫可以聯繫可言 喔那我們的 鳳雏旁桶一樣到74等了 我只能說啊這個有時候真的是很有奇效啊 有時候不小心他趴掉了 你就看到他活起來了 活起來都可能開個技能耍又一個反殺這樣子 也是很帥氣啊 那太史詞是單體傷害非常高啊 我只能講他單體傷害非常高 但打群體戰的時候完全不行 這冷月最近有拿到的一些新角色以及一些 開完4個技能之後的一些角色的想法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時候也不早啦 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 防禦敵軍 忘了先攻打這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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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攻打沒事 就這樣吧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真的正式結束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by bwd6